精彩拿着他的剧本和钱进入了动画电影的市场 第一炮打的就是这中国首部现实题材原创动画电影 熊狮少年 作为一个动画区的阿华 我首先关注的肯定是动画制作的技术水平 在这个方面熊狮的水平还是相当可以的 在动画中把武士字的动作做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动画不同于真人啊 要做的好看需要更夸张的动作 还要兼顾各种物理效果 再加上武士本人是两人一组 尸头尸身符盖大量的布料和零碎 还能处理起来又流畅又好看 这是本事啊 还有这片子的渲染和灯光是真的绝 角色被打之后 充血不为的光泽感做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而且男主出去打工后练出来的肌肉也做的很有美感 可以说是目前我见过的在影幕中 展现出来的最好的中国动画电影技术 尤其是镜头语言 更是强烈到我想给导演摇旗呐喊的地步啊 无论是男主第一次戴上狮子头 以第一视角展现狮子头内部的景色 还是男主在打工时落魄和逆境中 依旧坚持练习的画面 都是堪称教科书级别的镜头展示 一句台词都没有 仅用镜头和光影 就展现出了角色内心活动的变化 可以说这个镜头语言和调度水平 你放到真人电影里 都是2021年里最强的一档 说完了技术和画面的表现部分 接下来就要来谈谈影片的剧情内核了 我不知道看我视频的观众 远离段是多少 但作为我这样90后的人 看到这片子的第一反应 一定是周星矢的味太冲了 我翻了很多影评人的文章和视频 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几个人提到这一点 影片中不仅有着大量周星矢电影桥段的复刻 甚至几个主要角色 我都能无缝和星矢电影里的御用配角 联系起的阿狗是林子聪 阿猫是八两星 闲鱼强是吴梦丹 你把阿娟从星矢狼里面随便挑一个吧 张敏张曼玉张柏之初期中 那些黄身衣都行 尤其是你要是看过少林足球 甚至可以直接脑补出整个剧情 那肯定有人会出来反驳我 说哪怕用了很多星矢的段子 但是片子没运和星矢的一点都不像呢 确实 本片最大的问题也就在这里 那就是导演想要的实在是太多了 整个作品就是一个大杂贵 片子里缝合的梗更是多如牛毛 从师父师母的阿真爱上了阿翔 到简尾的我大意了没有闪 音乐里甚至都主动的提示说 不要走后没有彩蛋 可见导演的表演欲确实旺盛 我前面说了他用了很多星矢的段子 但导演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星矢的选角那都不是乱选的 周氏喜剧需要这样的演员 是因为需要讲一个配套的故事 有一个与之配套的无理头精神 而《雄狮少年》这部作品 在内核上和周氏喜剧 不能说是貌合审理吧 只能说是毫无关系 《雄狮少年》全篇处于一种 让人极度压抑 难至于最终会产生 绝望感的喜剧氛围中 如果说喜剧的内核是悲剧 那这片子可以说是真的在敲大被咒了 导演从头到尾都在给主角加debuff 女儿娟给了一个尸头 别人踩了 自己好好在家里练武师 老爸摔了 没有扬眉 没有吐气 有的只是在一场盛道而浪漫的烟花过后 洒落的一地其凉 如果说大部分喜剧电影 是过程悲剧 结局喜剧 那主片子可以说是完全倒过来的 过程喜剧 结局悲剧 男主任阿娟突破重重困难 仅学习了几个月时间的武师 其中还有一大半时间 无法跟自己的队友配合 却在临时加入比赛后 完美地跟自己的时尾配合 打败了那些从小就在学 并且营养锻炼都跟得上的武师队 我的天哪 人家男主吃不好睡不好 白天搬砖送快递 晚上抽搐他们一点点的时间训练 都比那些一直在训练 还有教练带着的人更加出色 这要么是讽刺的表现 全片中除了男主的队伍 没有任何人真心喜欢武师 否则怎么连一个没有训练 几天的少年都打不过呢 要么就是导演开得瓜 实在是太离谱了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天赋一柄的少年 一个有着中国南派武师 最高荣誉的少年 却在最后没有继续武师 而是回到了上海 上海打光 唯一的改变 是从广东群租房床底的地板 变成 上海群租房的下部 简直可以说是吧 这句话体现了凌理尽致 就算是夺瓜又怎么样 也还是一个最底层的搬砖宰吧 唯一让人觉得有点幸运的是 赢了彼此的消息 让南阿轩的父亲 从植物人的状态醒了 导演和编剧是不是很想说 你爹都不是植物人了 还要什么物质 你配吗 南主想了想 确实 他不配 65年的中国虽然没有发展的那么好吧 但处处都是机遇 南派武师本就是很重要的文化习俗 开业家娶的地方都很喜欢用武师来庆祝 不说别的 在南主父亲植物人期间 他师父和同伴也出去武师赚钱 结果南主在结局里拿了好名字 不仅没有因为国家倡导的弘扬传统文化精神 大力发展武师 提高武师人的社会地位 而用武师子改善生活 反而潇洒地放弃了不赚钱的武师子 回归了农民工的大潮中 是想表达什么呢 我不敢想 可能导演觉得 男主一无所有还喊梦想的样子 真的很了解吧 再说女主的剧情 哦不对 不能说是女主 而应该说是女工具人 用完就丢 阿娟 女阿娟在全剧中的位置尴尬的我想抠脚 从一开始的莫名其妙挑衅庄子上的武师队伍 到了邀请了一个完全没有学过武师的成年男主 去参加武师比赛 再到神隐了大半个故事 最后出场是离开了武师队 因为家里说她是个女孩 不适合在武师 她就真的没有在武师了 没有什么起骨相当的对手 没有什么领路人 有的只有迫于现实的压力 放弃自己的爱好 回归生活的普通女性 哦对 还有女阿娟在零几年的时候开着小校车 对比男阿娟为了父亲的医药费 在大宇冲送快递的桥段 再一次疯狂打脸 所谓的梦想在家世面前一分不知 有钱人家的妹子 玩玩武师是消遣 消遣都能拿冠军 说不玩就不玩了 给了你理想 说两句好听的什么 被英雄花砸伤的男人 就应该成为英雄 结果英雄没当成 连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都不给机会 更别说拿了名次国家安排 去国外交流婚言了 马来西亚都看不上 穷小子捂出来的师子哦 最糟心的莫衣男阿娟 在决赛赛场上 看到女阿肩旁边 那个明显是男友的男人 导演你真的有必要这样折磨人吗 说完你 请不吝点赛场上